各位喜友大家好 歡迎來到嘉宏的自然解說 那麼今天這版棋也是我在野狐九段的對局 那麼我是拿白的 一開始雙方都下星小木 接下來他左下高掛 那我就走最普通的這個脫退 然後多突然跳一個好了 哎呦他這邊採取非常復古這個 就簡單拆一個三 其實現在比較常見是拖先啦 通常右上右下去掛一個 不過其實簡單拆三也 也完全OK啦 我覺得其實 以比較中低段的棋手 還是多下一點自己好掌握的棋 像這種拆三其實我覺得也 不是說一定不行 其實也完全可以 左上他也是走非常普通的踢完跳 那我就這邊也拆個三吧 其實左上和左下有一點點類似的棋型 哇他這邊再掛這一手 這個再掛我覺得就不太好了 因為顯然是從外面掛方向會更好 他這樣子的話這邊顯然 七星不是很理想 哦當然你說他這個有多虧嗎 其實也還好啦 就只是 一種 布局上覺得心情的確不太好的東西 再點三三 這個對手下法其實蠻特別的 這邊我如果搬下其實好像價值也蠻低的 搬完再走他飛到右邊反而價值蠻高 我覺得我應該要擋下 那這邊我在想我有沒有需要去拆一個 不走的話他如果逼過來 稍微有點煩 我覺得有點煩 但是我暫時還不想走 他如果這邊可能飛一手我再 我再想一想 這個如果拆二好像太緩了 拆二是太緩了這一手 可是右上又好想拖 右上非常想要拖 我覺得這邊被逼到應該沒有那麼痛啊 事後看一看 逼到我就算這邊靠一靠其實也可以 因為他下面蠻厚的一個地方 我靠一靠基本不虧 所以右上我先趕快把他分掉 要不然不走的話他有可能K進來啊 或者是自己跳一個其實也非常大 哎呦 右上他走走這個 斑二二的變化 會不會這個對手是非常喜愛實控呢 我們可以看到左上啊 還有下面這邊他馬上進三三 他好像非常的熱愛掏控 面對這樣的對手其實 其實我自己的心得就是我們把控好自己 就把自己的旗下均衡一點其實就可以 這邊我們可能改用沾住的我在想 沾住他沾我們再拆回 其實也是可以下 如果虎他打上來我虎他體調我敲一下 這樣子上面其實不太想補 而且還留一個破綻的感覺 我覺得這時候有可能是用沾的會有可能會更好 沾完之後再飛一個 不是不曉得我只是覺得沾完之後再飛這一首感覺還OK 果然是逼到右邊 那這邊呢我就 去靠他一個 還是直接更俗一點啊 直接頂完虎 直接頂完虎 其實也無不可 因為他那邊 已經拒厚了 他這裡已經厚到不行了 我不太可能再打路 也沒有那個必要 我覺得我直接俗一俗算了 甚至他現在有可能挺頭上去 他既然沒挺頭那我就虎 我剛剛這樣 我剛剛不想要靠完頂 就是因為我覺得頂的時候他會敲上來 所以我就 走了這個比較俗的 這樣相對來講 頂的時候他如果往上長 他其實比較沒意思 那我再接著壓好了 這邊我還有斑下去 他這個退我覺得應該用斑的 但是他斑可能是不想湊我眼味 我打算 打隻虎一個 不想湊我眼味 點這一下 嗯 嗯 對方的下法的確比較不尋常 點這一下 是 他用意當然就是想要破我眼 那我就 俗一點了 來這個他吃 我再斑完壓過去 喔這起好像有點滿盤俗手的感覺 這一下俗嗎 他如果長的話我沾腿他這個也虧了吧 雖然說 這樣子下看起來沒什麼好的 好吧他如果要吃那我們再搬過去 感覺他這樣下應該還是不賺 搬過去 不過這樣子他這邊又撈一票 喔這對方好會撈喔 撈一堆空欸 我全都給了 嗯 這個棋 這個棋 我應該就斷了吧 斷他怎麼辦 他斑是不是有點隨手 其實他這種撈的的確雖然說是扎實 但是效率都不高 我覺得他有點問題怎麼下 再長他 如果要長戰 我先拐他一下 底下是能活啊 但是 也也 等一下他底下能活嗎 我拐的時候他斑沾我一斑 他好像就死了 底下好像不能活 那這樣被我爭掉 其實不是 我這個中間效率非常不錯 他這個只有在二路爬行 這個 他這種棋都在二路爬行 這怎麼會有好的道理 我覺得顯然不好 這打路我就蓋住 這底下即便能活 我覺得也是巨虧啊 因為巨虧的原因是在於說 我只要拿到這個力 我只要拿到這個力再跳進去 他就已經虧了 就算他底下能活 然後另外還有我中間也會撞得非常厚 我只要中間加厚 加上這個力完跳進去 他就已經虧了 這邊再怎麼活都不會划算 對方的確是一個極度的 極度愛好實控的這個人 實地狂魔可以這麼說 他現在用這個點的技巧 是比較高明一點 相比於直接長完這邊鑽一塊之類的 那我要怎麼應對呢 我如果虎的話他怎麼 怎麼下 他有可能這邊拖完虎上來之類的 會稍微討厭一點 我如果貼中間他爬回家 我虎住他這邊有挖毯 他活的就沒那麼虧 我覺得我還是要把這顆給攔住 擋還是虎的問題 虎好了啦 他有沒有可能是想要引針呢 但其實跑這個也沒有那麼嚴厲 如果他主張虧太多的話 跑三個 我三個不是不能氣的 我這個氣了其實也還好 這我就吃 還是跟剛才一樣啊 就算只是在這邊鑽一塊 其實 沒多大價值 靠這個 靠這個應該也還好啊 那光是交換這兩手被我虎到這 他就已經非常虧了 他這個只是一時把我這邊破掉耶 但是其實 光是中間虧損的東西 就遠大於他所得 好 打掉 哇這個也是非常虧 在爬回嗎 爬回我如果再點 其實 總覺得他好像也不見得火啊 9 8 7 6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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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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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可以考慮硬殺的 但是還是跟大家強調 這就算能火應該還是不便宜居多 不過這個跟剛剛也不一樣 他沒有消耗掉我這個力 變成說他可能沒那麼虧了 但現在重點是他好像不太火 先搬這個 搬這個他坐眼我再立下 他如果沾中間我再沾腳上 局部來講他的確是不火 但是當然我搬出這邊是有一點味道 但是我粗粗一看是覺得他外面好像殺不到我 那我剛才為什麼說光是他這邊撞底下去已經虧了 因為我們可以看到我這邊 右邊光是這個頂完搬住 中間其實就長了 這邊光是把這邊攔住就多了 差不多又有20目潛力了 對啊那他顯然上面破了應該也是有20目 那只是我又轉到中間了 他也不划算 因為其實如果他上面本來給我圍的話 他在中間可以掉一掉 譬如說中間掉幾下 他其實有中間掉幾下的一些先手 那麼他甚至在中間是有一點子力的 然後他現在去把他破掉之後 我中間變成全都是我的人 我的潛力巨大 就算他火了應該還是不便宜巨多 好那那 現在我是連火都沒給他火了 這就變成魚死網破了 好不好就魚 就魚死網破了 來吧就斷了 沒有沒有那個空間了 其實我剛才如果退一步有沒有可能 不知道那樣感覺更不好 我就直接先斷 好大家來開戰吧 先跳過去 最近今天剛好是那個三星杯的四強嗎 三星杯四強 哇那看到這個吹金啊 表現非常不錯 又擊敗了一個男子頂尖起手啊 這個變相衣 哇真的非常厲害 狀態太好了 9 8 7 6 5 4 這個起我應該沾住也是可以的 衝斷沒有什麼意義 從右邊打出來 那可以說是就是延續剛才的話題 算是見證歷史啊 因為之前從來沒有過女子棋手 有打進過這種 男女混合比賽 然後說是 打進最後決賽的 的確是沒有 搬出 哎呦怎麼漸漸覺得有點危險 他說斷我怎麼辦 就黏住 喔好像也還好啊 不危險不危險 想多了 他走這個那我就沾 其實長也可以 沾也是可以 那不然就沾好了 他剩下這邊可以搞 可是這邊能搞什麼 沒有什麼可以搞 局部他氣勢還算 算稍微多一點了 但是也要外面搞得出東西 再跑 我要拐中間嗎還是多打一下 是一個小小的問題 9 8 7 6 5 4 3 2 1 拐中間好了 他打的時候 我是要沾還是提 雖然說感覺是沒什麼事情 但是 要怎麼樣安全運轉也是 也是一門學問 再多打一下 9 8 7 6 5 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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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2 3 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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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9 9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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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還好我們就冷靜 冷靜應付啊 這邊有個蛙 他如果要防的話 我們就溜出去囉 我單年啊 這麼的厚重 厚重韌代啊 這次非常的厚重韌代 跳吧 要搞定還是需要還有一段路 走這個尖 他是不是想要威脅有一些蛙的東西 8 7 6 5 4 3 2 1 看清楚一點就虎一個 我挺出去的話怕有一些蛙斷的東西 有可能有結尾啊 我下這個好像比較簡明 反正中間他應該搬不死我 小心他長會不會出事 小心一下應該是還好 這邊有個長喔 7 這邊有個長喔 5 4 3 2 1 最後一次獨秒 他如果沾到這裡的話長還是還是封不住我 所以他現在沾住沒用我還可以補左邊 他長的話打一下貼完斑 他還是不太行 如果用斑的話我簡單雙腳吃出來他顯然不行 還有什麼招嗎 沾的話我還是走左邊吧 剛才說長 然後我就打一下然後 打一下然後貼完斑出 應該是沒事 其實我剛才就算補中間應該也可以他斑完我立下再斑斬 底下雖然活不了就算比氣他應該氣也不夠 那個有點麻煩了算了 他先這邊儲蓄力量 這還是得連接的 走這個 我可以補中間算了 沖完斷的話我就提完 提完斷他中間他應該也不太行 5 對我就提一下他斷這個我就打一下然後提完斷他中間 恩 應該還是ok了 想要這樣 好像看得比較清楚我剛才在補中間 我怕這邊有沒有什麼起 不太確定 這樣子的話是非常簡明 喔哇塞這邊有打上來是不是 哇我又漏看了 哇我又漏看 8 7 6 5 4 4 3 2 1 1 哇這邊有打上來我又漏看了那我剛才也應該單斷了 嚇錯了 我真的在搞笑耶我真的在搞笑 其實他這裡面也沒幾氣我為什麼 搞搞把自己搞成這樣 我真的又在搞笑 9 8 7 6 天啊我的起真的太誇張 我還好他這邊氣是不夠 不夠了 不過這個還得收氣真的是哭出來了 現在就先別管那麼多了反正趕快把這收死掉 我剛才不應該提喔應該單斷就好了 應該單斷 2 啊不過現在先別想那麼多啊趕快冷靜 冷靜還是最重要的 9 8 7 6 直接貼出來好了 好這邊剩4氣而已然後我外面隨便看都超過 沒有什麼問題 9 9 8 7 6 5 4 3 2 單斷好了 哇本來很簡明的旗但是現在下的稍微有點點複雜 沒有什麼必要 剛才又下一些沒有必要的旗 但是也沒有關係現在還是基本上穩住 但是這邊這一條就變成沒有連上 這一條沒有連上的話還是稍微有點變數 不過他這個點好像過分了 我先把反照在裡面他應該不太好 然後這邊是還有個擠完衝下的東西 但是擠我填了一手跟氣好像還是 好像我氣還是夠了 沒有問題 下這個 我頂是不是會好一點 有時候會為了追求一些東西啊結果就 下了非常的亂 應該也不能說亂了下了非常不簡明 其實都沒有什麼沒有那些必要了 現在還是應該好好穩住就是就是好好把他拿下來就可以了 就好像有時候 棒球比賽嗎 明明就已經九局 九局下半然後已經領先很多 很多就 一堆保送嗎把人家送上雷然後 非常不解明就是這樣的情況 8 8 7 6 6 斬主 他這個要出事情還是有點誇張吧 我就撈一撈算了 不想再追求什麼了 哇這麼過分啊 還給我沾上這太過分了吧 這沾上真的有點誇張 9 8 7 6 5 4 3 2 擠他吧 等一下他是四七是不是 喔那我這邊不能 1 2 3 4 喔對齁 那我這邊得補 否則他一收我剩三七 我又在搞笑 反正也沒關係啊 就是把他吃住好了 反正他這邊還是欠一手我剛才那下也沒虧 等於也沒虧就是 這能不能斷呢 或者班子班他應該會斷我 OK啦這邊稍微下一下破一破就好了 懶得再難 剛才是沾也真是夠虧了 難道我現在虎他要擠上來破眼嗎 太誇張了嘛顯然是 這次領先這麼多我是 何必在乎那些嗎 稍微破一破 我這邊搬住蠻大的 撲一個是幹啥 啊這邊是還有七八他他那邊打吃不入氣啊 可以把他吃在裡面 這一個打我是先手還可以把他吃在裡面 哇塞他瘋掉啦他現在瘋掉是吧 開始瞎搞 啊他投降了 好吧那雖然一度中間這邊下有點不太解明了 不過最後還是收下了這盤勝利 那等一下再跟大家復盤一下吧 好那就簡單回顧一下剛才對局 那前面黑旗的布局呢可以說是下了個非常有個人風格 像這個掛完再點腳進去 呃看起來是確實都是非常熱愛實控的一種下法 但是可能有一點過於熱愛實地啦 導致說 似乎是不太平衡 像這邊這個擋住也是 非常突顯風格的一種 那這個時候呢我那時候本來還在想我局部是要虎還是粘住 但是這時候 決意的推薦首選卻是在下面這邊靠一個去做利用 這一手棋 局部這個拖先的下法的確也是有的 那 拖先來這邊碰的話 那時候的確稍微有想過我是不是要在外面稍微 做一點利用但是沒想到是這個時機 那碰的時候黑旗如果搬左邊白旗再 再長一個 這長也蠻特別我以為總是 譬如說搬下之類的 就長一個 這也是可以下的 原來如此 黑旗挺頭的話白旗就順勢拐一下 不過其實以人類的想法可能會覺得 我把這一小塊破掉好像意義不大 被他這邊挺頭 我是覺得以人類來講會覺得不見得便宜 但是 AI可能覺得這邊頂完 頂完虎過來這樣整體連片確實不錯 嗯的確 後續在貼住這樣的話白旗有效加強自己這一塊 可能確實是也還不錯 那可能是因為跟這邊有關係的如果單單這個局部這麼下的話 應該這幾顆子會稍微有點重 那實戰這麼下是因為這邊可以連上所以白旗就還不錯 好那回到局部我贊助完再飛應該可以看勝率都 穩健上升 比一開始的確是上升不少可能 黑旗這個直接進3-3還是不夠均衡 那後續他逼過來的時候 舉一推薦是我直接靠完長上去 靠完長上去 的確沒想到 我本來以為這3可能要頂一個 但頂我覺得他可能會打上來 所以我覺得 衝下他腳上可以活嗎 那 想說頂好像也不太好 所以就 沒這麼下 那靠完 場的話 黑旗反頂的時候白旗再碰這個 所以 絕一顯然不認為自己這塊有一點點保衛之類的 那被黑旗跳起的話 白旗接著拖銜在右邊拆個2 這裡也有一點支硬的效果 那黑旗夾完擋住 然後夾完扳回 白旗再拐入中間吧 看起來 白旗這塊的確 暫時安危上是還好 但是我那時候就 想法比較簡單 想說 就簡簡單單下 把這邊眼位走出來 那順便壓低他這塊 應該還可以 那他點的時候呢 絕一認為這手旗 虧蠻多了 因為全面勝率這邊其實還沒有 明顯拉開 走到這邊 這一手旗虧掉之後 絕一認為我如果跳到這的話 勝率就有點接近結龍狀態 那 跳的時候黑旗 顯然不會再理他 但是後續這邊的 這幾手 可能絕一認為蠻大的 絕一可能就認為就先手壓扁 黑旗下面 那後續 這邊還有再壓 蠻舒服的 繼續把他壓扁 那黑旗 整個都在二路爬行 那麼白旗再走到右邊去尖衝 這一邊 他其實也做不大 因為我們上面剛才補得非常堅實 所以再尖衝過來不用 害怕說 他這邊多一點的子力有打落的旗 這樣子 所以他的想法是說 先手把下面這邊壓低 確實我 如果沒走這邊 黑旗這個斑我有點討厭 因為他斑 然後我如果斑他有可能有斷上來的強硬手段 所以這邊如果不敢斑會變得有點 不好硬 可能不是很舒服 所以他這邊斑我有點討厭 可能這就是他為什麼要跳這個的原因 仔細分析的話其實可以想蠻多東西的 那我局部賺一個 我當然想說 酥酥的下 他如果跟 肯跟著我 長一手的話 那我 我沾回他 他這一顆也是蠻虧的 對啊 不過 我這沾回吃住他 但是還是跟剛才講一樣 他這邊這個斑 我蠻討厭的 所以 顯然這裡算是一個要點 他斑或者是我跳過去算是一個蠻重要的地方 他這邊變化也是白旗斑 然後就被一個斷了 所以 確實這個旗可能沒有 沒有比走這邊要來的好 那實戰他吃回的話被我搬過去 這樣子黑旗顯然是虧了 黑旗怎麼樣還是得藏這個頭才行 實戰這麼下還被我這個斷了 上面整個吃住 走到這邊白旗就已經 獲得非常優勢的局面了 黑旗就已經接近接龍狀態 那麼 後續黑旗又是非常 過於 看到白旗這邊覺得很肥沃是只好打進去 但是這個還是 太過於熱愛失控了 那就跟我 實戰所講的一樣 他這邊即使能掏火 我只要中間走後 那他基本上也是不便宜的 我實在去有點跑去硬殺 其實我就算放火他也是 肯定大虧 實戰 呃不是 決意在這邊變化圖 頂他沾的話 這個可能是有點放火的味道 但其實局部這樣子下他並沒有進火 等一下我們再來看 那 決意的意思可能覺得 我這邊其實就把這一個封住 我光是這裡的潛力其實就 已經有點接近跟剛才一樣多了 那 黑旗從這邊 還是要來斷這個東西 但是顯然我這邊現在已經走後非常多了 他這個段 可能只是一個 可能還是成立 因為我就是白旗本身起很緊 打完一衝 快爆了 所以可能先打壓再壓 可能黑旗從這邊來挑起戰端 確實這邊一直搬是一個 一個要點 但總之他上面去打入這一串是不便宜的 即使放火他都不便宜 那麼局部的死活來講 呃其實這邊我如果 點完之後 再一爬他局部應該是不活的 但是他這個時候有一個 哎我先講局部怎麼樣不活好了 假設他這邊度過了起不看的話 他立的話我可以 小尖玩一尖 這樣子 局部是一個倒把五 他沒火 他如果尖這個話我當然接回他不行 那麼如果他擋住了我還是可以撿這個 注意應該是不要用斑 斑的話他拖 這樣子我打的話他會變成一個打劫 如果小尖他坐在這的話我就先斑 先斑完這樣他局部都後手死了 當然實戰是因為這邊有一個斑過有一個渡過的起 單看這邊他是已經後手死 那如果他立這邊就跟剛才一樣 所以這裡其實是一個死型 但是就像我剛才所說的他這邊有個立下 後續這邊有個斑過的起 那如果要主渡的話他這邊一坐他就活了 那破破眼的話他這邊有個斑完渡過這麼樣的一個手段 如果白十五去走來這邊他可以跑出 這樣白起反而死掉 那麼也就是說局部如果放火的話 黑騎是可以活的 但是 就像我實戰所說的我如果拿到這個立下先手 然後中間又走後這麼一大排 不然還有一個跳進去 那麼黑騎顯然是大虧 所以但是其實走到這邊的時候 右邊被我吃住他就算不打入這起也是 有點接近接龍狀態了 可能黑騎為了想拚確實也是沒辦法 黑騎這樣二路爬行確實還是效率太低了 實戰我硬殺其實有一些沒必要 嗯 那麼 過程當中稍微有點驚險的地方上 左上角這個 決意是推薦我先打一下再跑 打跑的話 他拐然後我藏中間 嗯 黑騎如果去翻吃 後續白騎很簡單我就吃出來這沒有什麼問題 那如果說他這邊去走這個的話 我其實就回去收氣他應該氣也是不夠 我先先斑沾然後去比個氣他應該不行 這邊其實問題不大 後來是在中間 這一手騎我本來想問說我是不是應該還是補這邊但是 絕一也認為我這邊斷吃是沒有問題 而且他 這邊擺出來變化其實他實戰是如出一側的 所以我本來以為我這個斷吃好像是 有點勺子因為我本來是沒看到他這邊有個打 我本來以為他要沾然後斷掉哇 這樣我輕輕鬆鬆但是這樣子實在是太臭了 因為他這邊確實有個打的手段 那決意是認為我就 給他打其實也沒差我這邊再回去 爬一個收氣就可以了 好那 那時候我是沒有去下這個爬的收氣因為我以為他這邊 這個沾的話他來 我打吃我想說這邊有個寬氣節 他他在收這個 我得走這種再回去打吃我想說這邊有個寬氣節他好像有點 有點麻煩他好像會跟我找 找麻煩所以就沒這麼下 那實戰這個 我變成從這邊打吃來收氣因為打吃 對啦其實也是一樣他就算塞這個 其實也是一樣有一個寬氣節 而且更可怕是他可以先打然後再塞這個 這樣子 其實變 寬更多氣但是他現在這邊還還沒有走還沒有走過去 實戰他是選擇了提一下 那決意認為最好的下法其實也不是塞這個 或者是沾還什麼的他決意認為是 把這個中間給 接住然後順便收氣 確實決意可能認為 中間你這邊還沒有連住那你 跑去下上面 好像也沒有用的樣子 啊 然後他這邊接住兼收氣的話那白棋就 局部先手扳一下 啊那先便宜一下 再回去收氣局部黑棋這邊剩4棋 那麼黑棋還是收不過白棋 首先這邊外面還有一點 還有一點被斷吃過來的問題 因為你如果要收氣的話被白棋中間斷過來那也不行 加上局部其實 因為你這邊是沒辦法這樣直接收氣 會被白棋給吃住 沒辦法這樣撈 那你如果這麼下的話 中間還欠一個 欠著因為中間白棋有眼位的情況下那黑棋還得回去底下這樣收 那黑棋還是收不過 那你就說這麼樣下的話白棋攻殺還是可以 輕鬆獲勝 那 這樣子黑棋應該就還是不行 所以走到這邊其實 黑棋還是沒有太多的一個機會 那後面就比較沒話說 那 其實右下這邊都已經雙火了啦 那局部 呃我後面這邊下的有點鳥 走這個其實很小他這邊搬住其實比較大了我這個 應該就把它藏出來簡單藏出來就好了因為 局部他已經雙火了他沒有他這一隻也沒凳出來其實也沒什麼差 所以 這個算是 因為想說整個都已經優勢非常多了就 簡簡單的下就好了 好那這盤起跟大家看到這邊就非常感謝大家收看 我們看 你 我們在後面看到我們的